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要跟大家分享哦 我终于在今天呢 要挤满我的这个 忌汉英杰的这个 羁绊哦要升到了 金五星哦 我目前呢是关羽只差一颗 金星呢我就可以练满我的这个 忌汉英杰也就是我们的 蜀国五蜀将哦 全部的羁绊开满了 那我目前呢 游玩的时间大概是 105天哦105天 所以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呢 凑满了这五支 五将的所有羁绊哦 那这个事情呢其实是 平民无客的玩家哦 一定也办得到的那今天会 统整哦这五支五将的 一些碎片获取方式哦 给大家参考参考 那在今天影片开始前呢 也谢谢你点开了这支影片 那我的频道呢 有很多关于 真三国无双霸的相关心得攻略 如果你也喜欢 真三国无双霸的话 那一定要记得 订阅我的频道哦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 所以我们现在是游玩的 第105天呢 我们的关羽 关二哥哦 现在差一颗心哦 我马上来把他给他 就是把他列满 OK 那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的评分呢 是主要的前35将哦 是赵云 哦还有张飞 以及马超 总共的评分是 666万哦 我们就看最后解锁这个 五虎将的这个 忌汉阴结羁绊呢 能够提升多少 好 那我们马上就来提升 我们关羽的这个心急哦 来升心哦 升 哇 真的是很感动啊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升 而且我们这五虎将哦 都是有在正法里面的 所以正法也很重要 你只要提升这五个武将的 个别能力值 都可以提升你所有武将的一个能力哦 因为他们是在正法里面 好 马上开启我们的羁绊啦 那其实关羽关二哥哦 他的羁绊其实也非常的多哦 所以我们这边其实可以解锁的内容哦 如果说大家有在练的话 OK 因为你五虎将都有练嘛 这个一定是可以解锁的 好 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OK 就是解锁这五虎将的羁绊呢 哦 究竟可以提升多少的一个能力值哦 那当然你在解锁这五虎将的羁绊的时候 你也会解锁这个黄中的嘛 OK 那我们就先单纯看一下哦 解锁这个部分 好 解锁 哇 这个能力值真的是提升的蛮多啊 我的 刚才大家有看到吗 是从666 我直接提升到680几哦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实际是多少哦 我的躁云现在已经到270几万了 好 我们现在回到最外层哦 OK 所以现在透过这个忌汉阴结的这个羁绊呢 我的前三十五将呢 已经从666 我直接提升到686 可以说就是直接加了20万哦 这五虎将的这个羁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薄哦 那更何况哦 我还有几个羁绊 OK 还没有开完 OK 还没有开完 所以我们一样也把这个关羽的羁绊给他打开 看是不是有机会 我可以冲到700万哦 第一个就是我们桃园三杰益哦 直接 OK 直接也是 OK 给他升到升满 那刘备其实要练满其实蛮容易的 OK 刘备要练满是蛮容易的 好 那 刚才升完后大概是680几 好像快690吧 还有我们这个黄中 这个一定也是在五虎将的这个 呃 升星里面的时候会有 也同步 OK 提升到的 我们给他启动 好 OK 那我们现在回到最外层哦 来看一下 OK 所以我现在的话是689 所以还是五虎将的这个羁绊 叫博哦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个五虎将的这个羁绊 季汉英杰哦 他即使你练满五金五星呢 哇 这个生命值可以加到20万哦 攻击可以加到15800多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补啊 非常非常的补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开起来 OK 如果有特别练属国的话 一定要把它开起来 那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怎么开哦 那首先大家可以先参考一下我以上的这五支影片呢 我这五支影片呢 就是都有关于就是这五支五虎将的一些特别解析 OK的主要解析 那里面的影片会提到战法的选择哦 以及他的个别武将的碎片获取的技巧 那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那影片的一样 我放在右上角的资讯栏里面 那今天会跟大家讲一个overall的general OK 所以其实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 我们的赵云呢 应该是比较难获得的 我们的赵云的话 其实就是招募 OK 还有自选五项碎片 OK 还有情义等等的其他给获得 那关于的话就相对比较简单哦 我们的关于呢 其实就是可以直接 呃 关于的话 其实就是可以直接官方有活动嘛 哦 官方有活动 那活动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获得到关于的一个碎片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说一下 自选五项碎片要去哪里呢 哦 那黄中的话也是之前有一些活动哦 那当然黄中的部分呢 也是自选五项碎片也可以开 那张飞跟马超就是官方都会有特别的活动 官飞的话是官职的活动 那马超的话是官方一开始 你只要登入游戏的话 其实就可以送了 OK 那主要的几个 OK 获得自选五将的平台哦 第一个很重要哦 就是我们的每日任务 我们的每日任务呢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 像是我现在有初级 中级跟初级的挑战 你这边是可以花元宝去刷新的 可以刷到自选五将的这个宝箱 在这个部分呢 大家也可以参考这支影片哦 那一样 连接呢 我会放在右上角 OK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自选五将的碎片 到底要怎么拿两周OK 就可以获得一支五将的身心效果 那再来就是每周 每周的一个活跃度也可以获得这个自选五将碎片 OK那再来自选五将碎片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哦 就是我们的暴风 OK那暴风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拍的一些地狱暴风的影片哦 所以其实暴风的话 大家一定要选择是地狱模式哦 因为它的奖励真的比较多 OK 所以如果说基本上 照着之前的 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打法 一周OK地狱模式获得到两个自选碎片的 就是六万五千分 一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哦 绝对没有问题 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如何在两周 可以抽到50个自选五将碎片的一个方法 那另外很重要呢 就是这次大家绝对不要错过 是我们的百花大赛季的这个商店哦 这个S1的元宝特辑 有这个每天哦 是每天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每天都有六个自选五将碎片 是可以做限购的 这个一定要给他买起来 每天六个意思是什么 一个礼拜就有42个啦 所以其实一个礼拜 你可能就可以伸出一只五将哦 你就有一只五将可以伸心 所以大家练羁绊的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 那如果你的点券比较丰富一点哦 其实你可能可以考虑用60点券 去买这个五个自选五将碎片哦 不过我是会把点券留下来 就是可能参与一些现实的活动 或者是开阵法 OK 所以如果说大家的点券比较充足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推荐给大家 我可以使用的一个部分 好那再来蜀国五将的话 其实主要的部分还是透过我们的集市哦 OK 尤其是我们的工会商店可以买到两个武将 第一个就是关羽 大概1200的这个部 1200的工会碎片 工会币 OK工会币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黄中 黄中也可以透过工会商城去购买 好那再来就是铜雀 铜雀的话就可以买到我们的马超 所以其实马超应该是最好练的一只 马超是最好练一只 张飞也蛮好练的 OK张飞也蛮好练的 所以铜雀币的话也可以买到我们的马超 那刚才的工会商店呢漏掉一只 OK还有张飞也是可以透过工会商店买的 那再来就是秘宝 OK有时候不要错过 因为秘宝有时候呢 像是这礼拜就会有马超的碎片 那他每周的武将不太一样 所以五支武将呢 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在这个秘宝商城里面 大家记得把它买起来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大概游玩了105天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呢 凑满这个五虎将 OK凑满这个五虎将的这个方法 OK那分享给大家 那可以看到哇这个全武将展示 就是这五支都是金五星的画面 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的感动啊 那不知道大家目前呢 是练哪一个国家 OK是蜀国魏国还是吴国呢 那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哦 那也不知道大家如果是练蜀国或是魏国 大家目前的羁绊练的如何了呢 那如果想知道什么样更多的资讯的话 那也欢迎在底下的留言跟我说 好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大家拜拜